真空吸索機操作指引 首先我們來認識一下 常用於這一部真空吸索機的材料 通常我們使用的是 HIPS 和 PETG 兩種 HIPS 是 High Polystyrene 即是高強度的脊本穴器的簡稱 而我們使用的是白色 1.0mm 厚 至於 PETG 我們使用的是透明的 厚度是 0.5mm 但在使用前 底面也要撕去保護膜 使用真空吸索機前 先啟動背後的開關 在螢幕下方 按中間鍵就可以設定材料 例如去到HIPS 的位置 按左右鍵就可以轉用其他膠片種類 再按中間鍵可以改變施工的溫度 亦可改變材料的厚度 方法一樣是使用左右鍵 還可以微調機器 最後一次按中間鍵 會出現夾材料提升夾具 以及放置模具的提示 按次序先夾材料 做法是先把材料放在吸索盤上的鐵框裏 留意材料和四邊是否都等它 然後再把上方鐵框凸出這兩個部分 斜斜地攝入下方鐵框裏 按下鐵框 再使用這兩個橙色的板手 夾在鐵框裏 第二步就是雙手抓起手柄 並且推高 直到鐵框升到上面 被攝錄和固定 最後一步就是將要真空吸索的模具 放在吸索盤之上 並且前後左右 歸中對位 之後就可以按橙色鍵 再按鈴框 顯示屏這個時間會出現温度 表示正在加熱 這個時間可以留意 溫度由室溫一直升高 直到我們預設的160度 而機器在預早5度 即是155度的時候就會作出提示 讓你準備拉下手柄進行吸索 到達160度 震控泵就會開動 這個時間應該不方不亡 雙手抓住手柄 直接按下 一直按到機器的底部 機器就會自動進行進行吸索 完成吸索後 可以用濕布幫助冷卻 工件冷卻之後 就要拆開兩個橙色的板手 而這個時間 上方的鐵框還是非常熱 千萬不要用手去拿 而需要用這個工具 叫住上方的鐵框拿出來 然後都將完成了工件拿出來 並且進行脫布 那就是大功告成的 只要用PETG來操作 就要先撕去底面的貼紙 只要好好地準備武具 真空吸索的技術 真的有很多用途 大家不妨發揮一下 我們先出發 該給你的想法 裏面的有燃製 可以從來